我比較好奇 妳有聽過我的歌嗎 沒有 沒關係 弟弟的回答實在太誠實 Vars23來到《迷人說生活》宣傳 剛進身當爸的他 與夏和熙分享爸爸竟聊到停不下來 是兒子 是 為什麼不乾脆生雙胞胎 也不是我決定的 因為這件事情就是來得太突然了 包含他要出生的時刻也太突然 是 所以你的計畫有稍微被打亂嗎 完全被打亂 整個公司整個團隊整個都是人仰馬翻 我先問一題 等一下回月子中心是這樣的造型嗎 其實是 就很難理解就是這個造型 但是在護士們OK 護士們OK 但就是偶爾會遇到一些歌迷 那你現在有鬆一口氣的感覺了嗎 因為終於就是平安的出生了 對我覺得算最驚險的那一段過了 那現在就是在學習的階段 所以現在奶粉的那個比例已經會知道了嗎 知道嗎 知道吧 水溫的溫度是 70度 70度差不多 要先滴在 這邊 這邊 真的考試耶 因為我姊姊也有生過小孩 所以我大概也知道啊 真的假如回答不出來就完了 這個小卡真的太臨時 而到了遊戲環節中 兩人要做寶可夢卡片讓弟弟選擇 製作的同時 MARS23還接受了快問快答的挑戰 為什麼不當書琴歌手 而是當搖滾歌手 因為 爽 哈利 你到底有多愛唱歌 比你愛寶可夢還要愛 我覺得不太可能 不太可能 最拿手的歌曲是什麼 自己唱的 自己自創的嗎 而且還要唱 還要唱啊 好難喔 是不記得歌詞是不是 我知道就在不遠處 就算把風雨把視線遮住 如果還有夢要怎麼能認輸 OK 你上台表演或者是開演唱會不會緊張 會很緊張 怎麼克服 沒辦法 OK這個是 你看寶可夢在受傷的部分 對 一個恰奇的風格 然後這個0731是我耳朵上的刺青 對是有一個 我很喜歡的數字 對 然後裡面 因為太趕了的時候 我本來要寫23 再寫22 那不好意思 好荒唐 怎麼會 我也是剛才發現 這是22 好沒關係 然後呢 裡面就是 我有挑小字呢 因為我的名字裡面有一個字 然後我小時候都 大家就叫我小字 所以我挑小字 我呢 我覺得因為我本人有在玩那個 寶可夢的遊戲 就是我有玩那個Pokemon GO 所以我就大概知道 就 色系藍色的 然後是卡咪龜 然後我還可以抽出來 就是他上面 就原本是這樣 抽出來是這樣 有沒有 好他他他他要看一下 好你感受一下 你感受一下 我覺得他是屬於那種很 很公正的一個敵 對他不是 會 阿魚奉承 我覺得2 230 22很荒唐 好 好 好 喔 喔 喔 那個懲罰就饒過他吧 我們下次補 等他小孩大一點之後 這個懲罰 饒過他那幾個 有個特別的那個 他在那裡 怎麼會沐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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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雞腿 雞吃雞拿棒雞蛋糕 雞吃飽雞皮雞 好謝謝大家 我們下次見